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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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如何在Lightroom里面调出质感金铜色复古色调 以及富士底片风格色调这两部影片吗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up一下 那今天Steven要介绍的是第三种的一个调色风格 一个具有强烈风格氛围的一个进阶修图技巧 那说到这边 我相信许多喜欢拍照的朋友以及摄影爱好者 当你有了一个基本的修图概念以及基本功 往往就会开始挑战一些进阶的一些修图方式与技巧 让拍摄的作品更具有特色以及更加的亮丽 例如像非常受欢迎 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风格氛围的一个戏剧性电影风格色调 那同时也是Steven这次要示范的一个主要重点内容 我们今天就再来提升一下频道的一个专业程度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我们进入到Lightroom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描述档的部分 我们可以浏览所有的描述档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今天是戏剧性电影风格色调 因此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些现代的效果 我们用现代石 那这边现代石的部分 就可以让底板看起来有一点 比较偏顿色物感 那比较有利我们今天的一个色调的调整 那首先我们看到一些基本的参数值 那我们这边曝光度的部分不太需要去更动 再来就是对比度的部分 我们调到-20左右 那再来就是亮步的部分 我们高光有一点稍微过曝 因此我们在这边的话去做一个修正 大概拉到-60左右 那再来就是阴影的部分 我们不太需要去调整 算还蛮正常的 再来就是白色的部分 我们会需要去做一个修正 因为我们要增加一些戏剧性的一个效果 因此我们要把亮步的部分去做一个压按 我们这边调到-35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S曲线的部分 那S曲线的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先看一个低光 中低光 中高光的部分 我们先去做一个S曲线的调整 首先我们把低光的部分定锚 把它调整到大约8左右 那我们调到8左右 我们一样中低光 中高光高光的部分 我们也去做一个定锚 那我们就是回到它原本的位置 那我们这次调整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主要就是在 低光与其中低光的部分 我们再多一个定锚 我们把它再拉低一点点 营造一些暗部的一个氛围感 那再来这边的低光的部分 也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依据你的喜好去做一个调整 那再来我们要调整的是一个高光的部分 那高光的部分的话 我们要把亮步的色彩 因为特能色然后去带出来 因此我们稍微往上提一点 那再来高光的部分 我们会去做一个压暗的部分 再去营造一个雾感 让它稍微强烈一点点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S曲线的一个调整 那再来就是说 Steven今天要强调的一个 比较进阶的一个调法 就是说在RGB的S曲线的部分 我们今天会动到的是一个红色的曲线 以及蓝色这两个曲线 那红色的曲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我会在中低光的地方做一个定毛 以及高光的部分做一个定毛 我主要是要把它拉的偏有一点点 戏剧性的绿色的色调 制造一些类似像电影的神秘感 那这边也不需要拉太多 因为其实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其实在S曲线的部分的 特别是RGB的色调 你只要动到一点点 它会很直观的调动到 你整张照片的一个颜色的表现 因此当你如果说要调动比较大的颜色 其实可以直接在S曲线 这个里面的RGB去做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调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红色调完之后 我们就是接着调蓝色 我们可以营造一些 比较戏剧性的沉重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一点蓝调感出来 那这边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拉到 3.5左右 那如果喜欢比较强烈一点 我们可以拉到5左右 那我们也是不需要调太多 自然一点就好 调到3.5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色温 色温的部分的话 Steven先把它调到 有点复古的电影感觉 就是拉到6000 那再来就是鲜艳度的部分 我会稍微去做一个补强 让颜色色彩重一点点 再来就是饱和度 也是做一个加强 加到15左右 让整个颜色的色彩会比较重一些些 那再来就是色彩混合器的部分 也就是色调分离的一个调整 那既然是电影的感觉 其实都是带有一种怀旧 那我们就会把红色的饱和度 来去拉亮一点点 那这边的话我可以拉到30或是35 那我今天把它拉到35 让红色的感觉去带出来 那再来就是橘色的部分 橘色的部分因为攸关 肤质的一个表现 因此我们在这边 不要做一个太大的调动 那我们就是让饱和度 稍微减低一点点 增加物感 那明度的部分稍微拉亮 我们拉到8左右 让肤色的一个亮度出来即可 那再来就是黄色的部分 黄色的部分的话 我这边会去做一个修正 我也想要把 这边带有一种金铜的感觉 去拉出来 因此我这边去把它拉到 50左右或甚至60 我们今天拉60 那再来就是饱和度的部分 我们让整个白平衡的部分 又回归到比较正常的一个 白平衡色调 那我今天把它拉到70 那我们可以再微调一下 色相的部分 那色相的部分的话 现在看起来50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点 整体的电影戏剧感 那再来就是绿色的部分 其实在整张照片里面 绿色的部分非常的少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拉掉 我们都把它拉到-70 那在这边的话 蓝色只有左边一点点 那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吞色的效果 我们就把它拉到70左右 蓝色的部分 也没有什么蓝色的部分 我们也是把它拉到-70 紫色 那这个其实是 是有一种抽色的概念 就把不需要的颜色 我们就把它拉掉 那在这样调整下来 其实基本的一个 戏剧性的一个电影风格 其实就很明显 那再来就是我们色彩分级的部分 就是圆柄图的部分 我们在中间调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那中间调的部分的话 我其实都会去做一些 小小的一个补强 我们把数值调到5 然后颜色的部分 我们大概拉在340左右 带一点红色的色调 更贴近一个电影的风格 那再来就是阴影的部分 我想要让它带一点洋红色的感觉 那我这边可以把数值稍微拉强一点 拉到10左右 那我这边的话 数值也可以拉在300左右 营造一点洋红色的感觉 那大家如果喜欢更神秘的感觉 可以把它调到蓝色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的话 把它拉一点洋红色 让它不要那么的沉重 那再来就是亮部的部分 亮部的部分的话 我的数值也不会拉得太高 也就是5的部分 那位置的话大约是在 偏绿 我想要在高光偏一点绿的感觉 增加电影的一个风格感 那我们大概拉在140左右 那基本上这边的话 色彩的冤病图我们就完成了 那剩下就是色彩混合的部分 看大家喜欢比较偏红色的洋红感觉 或甚至比较偏绿的更戏剧性的感觉 这个就是看依照个人 那我们今天就是保持在50左右就好了 那剩下就是一些效果的部分 可以依据个人的一些喜好去做调整 那纹理的部分的话 如果想要纹理感强一点就可以拉多一点 我今天大概拉15左右 清晰度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会有关于电影的沉重感 那我们就是按照自然的调法就可以了 大概加10左右就可以了 那蒙龙的部分我今天暂时不调 那再来就是运影的部分 因为运影的部分也有一种电影的即视感 因此我这边的话大约调到-15左右 那如果喜欢电影即视感强一点的 可以拉到大概30或40 那我们今天大概拉到15左右 就是把电影的即视感拉出来 这种四周比较暗沉的效果就可以了 剩下就是细节的部分 锐利化的部分就依据个人的调法 要不要增加一些颗粒感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调整 那最后就是杂讯量的部分 如果说喜欢颗粒杂讯量 我们就把它降低 那我们颗粒感相对就会比较明显 这种电影的感觉 那如果说想要比较干净 霧感的感觉 那我们就大概拉到差不多4-50左右 OK好 那我们今天调完之后 那基本上戏剧性电影风格的一个 色调雏形就出来 我们就把它复制起来 去套用到我们其他的一些照片 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曠光度会有点不足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拉亮 大概拉到 30左右 那再来换下一张 这个色调也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稍微有点暗沉 我们再稍微拉亮一点点 拉到30 接着下一张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曝光度也可以去做一个修正 想要让 想要让那种金属感更强烈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亮 拉亮一些亮部的光泽 那我们这边可以拉 一样拉30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 这是调整前 然后戏剧性电影风格 套用上去之后 有没有 整体电影感非常的明显 那再来我们加到下一张 这之后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那或甚至说我们戏剧性电影的感觉 可以用在 吃的东西 吃的记录上面 其实这边的话也是非常具有电影的感觉 其实看起来效果也蛮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蒸汽旁个的墙面 我们今天用一个戏剧性电影的特效 的效果 它其实整体的感觉就非常的 营造的气氛会营造的非常好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 吃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把它套用戏剧性的电影风格 也会有一个很特别很有独特特色的一个感觉 那最后我们把它套用到人像的部分 那在人像的部分跟历史建筑物的部分搭配之下 其实戏剧性的电影感觉 其实也非常的强颜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更动 就是在 可能绿色的抽色上面 我们不用把保的度拉的那么低 我们可以稍微拉到比较正常的数值 明度也稍微调高一点点 营造出比较自然的一个气氛 不要全部都是一个很抽色的一个感觉 那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调整前跟调整后 OK 今天这边就是一个戏剧性电影风格色调的一个调整 经过了今天戏剧性电影风格色调的一个调色教学分析之后 那对于这一类的一个进阶的调色风格 是否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了解以及掌握了呢 而在下集的内容 Steven也会完整的分享这次教学素材的一个影片记录以及照片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的朋友 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么也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哦 那我是Steven 我们下次见 拜拜